美国议员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迈克尔 建议重建冷战时工作组对抗中共宣传 冷战时的工作组 他在国传报周五刊登署名文章 呼吁对抗中共宣传 在80年代苏联开始对美国发动各种虚假信息宣传 破坏美国的声誉 现在中共也是利用这种虚假信息 就是水军五毛 文贵先生在Wallroom也做了几次信息战 说他建议恢复冷战时期 当时冷战时期是美国成立的 有国务院牵头的积极措施工作组 不但跟踪前苏联三部的西战信息 还积极回应 协助美国新闻总署 这新闻总署下属的就是美国之音 等这些机构 向封闭国家传播送真实信息 有效瓦解了前苏联的宣传公式 文贵还说这些机构在柏林墙倒塌 不复存在了 可美国今天再度面临专制统治利用 散布虚假信息来诋毁美国的问题 西方的问题 美国全球媒体总署 这就是麦克帕克 当今继续履行美国新闻总署的 意识使命去传播真实信息 但积极措施工作组还没有成立 所以他的建议要成立一个积极措施工作组 说为我们当今与中共进行的意识形态竞争 来重整积极措施工作组 他强调说美国应该吸取冷战的教训 必须让现代版的积极措施工作组 获得再生并制定长期战略去驳斥 与瓦解中共的虚假信息运动 这是国会直接 直接看没有牵头 直接给出建议 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这个 这个全球媒体总署 现在就是班农先生的搭档 正在全面 已经上任 已经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 中东广播 欧洲之声 欧洲电台 欧洲自由电台 这几个全部的fire掉了 那个头 因为他们 基本上 起不到任何传播 就是瓦解 中共的虚假宣传 你看这就是说 现在 这个一个重要的任务 是瓦解中共的虚假宣传 至少你要给他做一些抵抗 你要做一些对抗 你看没有 积极回应 你要瓦解 之前美国之音的路数是什么 叫做平衡 报道 什么叫平衡 报道 他们每次做一次节目 这边是反共的 反共的找就是张立凡 这种小妈大帮忙 真正就是共产党 另外一边找什么司马南 司马南就是中共的 支持共产党 两边来辩论 他说 你看我这叫做媒体 我们是做的叫做平衡报道 这完全是胡扯 是不是 中共在这里是什么 他传播都是虚假信息 传播都是用各种来抹黑 造谣你美国 无论传播总统 无论 蓬佩奥班农先生 文贵先生 爆料革命 所有的 全部传播都是虚假的 你在这里 你还跟他去辩论 你在辩论说 这个别人 说这个伯伯是 昨天晚上出去干嘛 干嘛去了 明明是假信息 你还非得辩论 这不是胡扯吗 应该是直接反击 直接 怎么样的反击 才是对的 并且让这个虚假消息 在美国国内 就是在美国的媒体上 他不能传播 所以他建立成立一个 积极措施工作组 这个 就是说 要直接国会 由国务院牵头 来做什么呢 比如说现在推特 大量的假信息 谁去干 你现在 你这个新闻总署 就是美国的新闻总署 美国全球媒体总署 他不可能去干涉 推特的事情 但是 如果美国政府底下 有一个这样的 牵头的 积极措施工作组的话 那你推特 你就没有这么大权利了 你Facebook Facebook就没有这么大权利了 他叫你三天 叫你三天 这是美国官方的行为 这就是意义在这里 是不是 因为你要回击 你第一 你不能让美国的 自由的媒体领土 变成他们散布虚假信息的 一个土壤 中共 天天像黄河边砸锅的 这帮人天天在那里 散布虚假信息 天天在这造谣 说什么 这两天说 路德和那个 我太太想 去什么 到处看房去了 这也还有人 打电话问 我是假东西吗 这还要问 我都不回应的 但是 这就是 就是那盲溜子 到处 造谣 意志 还有包括有个叫什么 女窝3.0 造谣 写一个说什么 说什么 应聘 这个 副总理 应聘 什么 部长职位的 最终每个人 要交三千五百块钱 的什么 应聘费 你看这帮人 天天造假 天天造假 这种东西 根本不能在美国存在的 必须得有一个机构 这叫积极措施工作主 恢复冷战的事情 这些一旦传播 这就是 不仅仅不能传播 这后面的 那就是美国的 就是中共的派的 间谍 水军 这就是一种战争行为 这个东西必须得出来 现在就是第一步 我们已经做到了 美国全球 媒体总署 麦克帕克 已经上任了 接下来一系列的动作 我们昨天也说过了 那接下来 一定要成立一个 这样积极措施工作主 要把美国的 这种言论自由的环境 必须得 有 你不能提供 再提供这个土壤 给这帮 这帮什么 砸锅的 这帮 砸川普的 这些 这些人啊 打着所谓的 自由的民意 打着所谓的什么 各种言论 各种民意啊 来进行传播虚假的 其实 大家知道 这些事 都是已经 包括砸锅 砸文贵先生 砸 都已经成为 陈塘证供 都有专门的机构啊 就像斯坦福这样的 未来都会 一个个列出来 列出来以后 就是对他们 这些人 一定啊 会有这相应的 工作组 去收拾的啊 大家千万 记住这句话啊